我是歌手的余文未推 参加过该节目的歌手们 无论是身价还是邀约都持续高涨 这部4月11日 林志炫就受邀现身杭州 助阵互联网移动电商高峰论坛 而为了一众期待已久的粉丝们 林志炫一出场就十分给力 连唱三首经典曲目回报观众 我一定有可能多 无聊一说 说我能够假装单身的我 无论是长期的 什么时候人心的知情的想法 连唱三首经典曲目回报观众 我爱你 除了表演嘉宾这个身份外 林志炫当天还有任务在身 那就是向希望小学的小朋友们赠送礼物 表达自己的公益之心 以及对社会的责任心 而一向乐中公寓的林志炫也承诺 以后会更多的参与到此类活动当中 优酷全娱乐 杭州报道